陳彥剛剛看到的是聯準會的報道說 必要的時候可能加快升息的腳步 沒錯 因為他這一次在全美商業經濟協會的一個演講 他的題目叫做恢復物價穩定 他就講到一個重點 現在的就業其實非常的好 可是通膨實在太高了 所以他必須要採取強硬的手段 有人就問他說 有什麼情況下可以阻止你升息 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麼 他說沒有 等於說他對於升息這個態度是非常明確的 那為什麼特別剛才林冠你講五月對不對 五月五號就是下一次開會了 那甚至下一次開會 有沒有可能會議直接宣布我來說表 說表就是比升息更為強硬的手段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表示通膨真的很嚴重 再不趕快跟上通膨的進度會很麻煩 所以高盛也 高盛不只預估說今年接下來的會議 每一次都升息 甚至現在大家在講說 五月可能就是直接升息50個BP就是兩馬 現在他甚至預估本來大家認為2023年 大概是三到四次 高盛這次直接預估五次 為什麼 因為通膨的情況 在物厄戰爭之後 實在比大家想像的更嚴重 所以最近我們在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本來在物厄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公債還有買盤 所以殖利率是往下掉 可是最近不管戰爭的狀況 多麼多麼的激烈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就是一直往上竄 這在反映一個很簡單的事實 就是升息這件事情的力道會比過去來的更強 所以最近美元稍微休息後又開始轉強了 這個轉強其實都在反映全球資金的一個大移動 你看台幣喔 這個台灣央行升息的時候看到282 283 今天立刻285沒辦法 因為未來我們的央行升息的速度能不能跟上 我覺得這個是考驗 那所以道琼的部分 本來有一個強勁的一個反彈 可是昨天我看是稍微又回落了 包括那斯大可也是 我覺得S&P500啦 費半啦 其實都在反映一件事情 大家還是擔心升息的速度太快 因為這個鷹派啊 一定會影響到後續股市的一個表現 那我們當然大家會覺得說是這樣嗎 因為看起來美國很鷹派 我跟各位講 這個影響連包括歐洲的部分 歐盟你看德國 他也在講說能源價格持續的上漲 已經讓他整個二月份的通膨來到5.1 而石油的部分的價格上漲的狀態 已經超過20%以上 包括食品啊蔬菜啊乳製品上漲的幅度都很大 那連英國也是1997年以來 首次連續三次會議升息 而且他們認為第二季的通膨 可能上升到8% 今年的CPI甚至可能到10% 那這個部分 大家也在擔心說 這樣的影響會不會導致像歐盟的部分 第一季第二季 可能反而變成經濟是衰退的 這個影響是很大 因為大家本來認為 經濟要開始復甦了 大家本來認為今年疫情改善了 然後所有的全世界解封了 對 結果現在這個事件一搞可能變成經濟衰退 而且有一個匪夷所思 大家會覺得說奇怪 巴西你是大宗商品的出口國啊 不只他也有石油啊 他也有這個礦啊 農產品都有啊 結果沒想到這個價格效應 現在也導致他的通膨持續在升溫 累計12個月的通膨已經超過10% 所以他也必須調高他的利率 所以過去我們最喜歡看到就是 就我們最喜歡去百元商店嘛 物美價廉啊對不對 可是現在日本專家警告說 因為他這種所謂的相對低價的產品 都來自於進口 那現在這些百元商店未來怎麼辦 那我要嘛改名字嘛 兩百元商店 就直接改千元商店算了 要不然你後面還要一直漲 我直接改啊 所以我覺得倒不會倒啦 可能名字改而已 那這一波以來 其實從俄乌戰爭以來哦 石油啦天然氣啦農產品的價格 其實漲幅確實都很高 那最近大家也在關心這個孽價 因為最近孽價突然四根跌停 因為中間前面3月8號是暴漲嘛 暴漲到10萬美金 那四根跌停 可是我跟各位講 即便跌到3萬開頭 他還是之前的三倍 所以這個價格還是很嚴重 那最近呢因為主要是這個天然氣的 奶氣的部分 價格大漲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這個2月24號的時候 奶氣在中國大陸的報價是1850人民幣 但是最近衝到1.6萬人民幣 衝得非常的兇 中國大陸看起來你說 他奶氣是大賺一筆的 好像是不錯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最近整個影響 包括他們的企業都受到很大的衝擊 像你看阿里巴巴 騰訊 還有滴滴都在大幅度的裁員 這個都龍頭企業 龍頭企業 龍頭企業 如果砍人的話 其實他很多中下有供應商 或者他外圍都會受傷 對 而且像阿里巴巴 他的員工就要25萬人 當然他說某些部門我才20% 我跟各位講20%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你如果才個5% 我覺得叫自然淘汰 20%代表這些產業 是不是已經遇到很大的衝擊 我覺得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當然因為我覺得這除了這個部分 還有什麼要擔憂 疫情的失控 尤其是吉林 廣東 那吉林是什麼 是汽車生產重症 所以現在日本韓國的汽車產業 遇到汽車零件斷念的問題 整個未來預估今年跟明年的汽車的銷售 市數會大幅度的下滑 當然習近平面子肯定是掛不住了啦 那再來我們也發現說智慧型手機的部分 因為你停工又缺這個料的問題 比今年整個這個出貨下滑30% 這些的影響都在持續 2月份下降30% 那還有3月 3月份才是真正的主力 再加上沒有人要推新品 因為現在確認了 我根本沒辦法預估嘛 後面的影響衝擊 可能還會持續擴散 所以全球IT產品的出貨量可能會銳減 然後這個實質的消費市場可能會大受影響 而且第二季本來就是電子的淡季 然後我又不推新品 那有沒有可能遞延到後第三季 其實我覺得這個還要再觀察 也不要以一個太樂觀的角度來看 這一次疫情的衝擊 好我們稍後回來